正式的在胡志明的第一天 早上感觉这边早逝还是挺多的 对面也是他们的顶城市场 犹如城堡的大门 默默诉说着西贡的殖民历史 法式仓库历史岁月的沉淀 渐渐地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与市场的共鸣 我还蛮喜欢逛这种市场的 都特别有生活气 你看这边也有卖手表的 也有卖香料的 茶的 香包鞋 墨镜 还有越南的特产 在这里的话其实都可以买到 走到这里边我感觉就有点像一个大巴扎 它里边真的很大 就是一个大的那种仓库房 但是这个楼很旧很旧 看起来很有复古感 这些他们在卖的东西的话 大多数是那种日用品 生活品 水果区域了 它这个龙眼真的很大 旁边也就是临街这儿 全吃的 后面一排全是 米粉米线都很多 价格就是60千 加了一点海鲜的就是100千 超级有感的 大概这个是牛肉猪脚 猪脚超大的一个 我这个是西肉的 我想要那个辣椒 你把粉酱就多了 多了 肉香水俗整一个越南的帽子 60千 然后算下就20块钱人民币一个 最主要是我没带伞 没带帽子 这个太阳光阔防晒完全不够 我想给大哥买一个这个 他坚决不带 好 接下来我就准备这样侠客出行了 走吧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西贡中心 这周围其实很多商场 吃的玩的 然后所有东西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要来逛一下 主要是这里面太凉快了 真的 孙单气息已经来了 看着这种圣诞红红的就很喜气 这次工作室的份儿 下面还是有一个超市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的价格 韩式料理 一份炸鸡110 寿司 他说这个是740 除以340 250块钱 哇 有点贵了 吃生料理的 179的 239 咱们去超市看看物价吧 榴莲 50块钱一斤左右 佳节四 70千 酸奶 二十四 20块钱一个 鸡云10块钱一瓶 乐视薯片 8块钱一包 家条3块钱一包 方便面 这种5块钱 这一种8块 这种12块钱 辛拉面 22 都是人民币姐妹们 兄弟们 林景界的越南版 15块钱一瓶 蚝油13的样子 肉也不便宜 最低的了 40 100克 我主都在说 胡志明的消费物价的话 其实不便宜 在这里我特别想 跟我们的兄弟们 声明一下 不是不便宜 是真的贵 我觉得这个价格 再稍微冒一点点的话 感觉都可以追上 澳门的价格了 去年去了广西南宁 我们还在说 说这个广西的旁边 都是些穷亲戚富不起来 来了胡志明 之后我才知道 穷亲戚都曾爆发户了 这个就是越南星巴克 叫 Highlands 它的价格的话 比那个 18块要低一点点 你要先找位置再点 Ice Black Coffee One 里面美式 大哥点的是抹茶 抹茶奶昔 好甜的 好几天里面还有果冻 来来来来 这个适合你 我还是喝这种无糖的 OK继续晒太阳吧 好多木头 你害怕呀 我先去嘛 这不行街 那就是这里 咖啡公寓 就这一栋楼全是卖咖啡的 而我现在的这条街呢 就是非常出名的软会步行街喽 这一栋老房子那以前啊 它就是老的居民楼 现在呢因为它的咖啡文化 所以就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咖啡公寓 每一间里面的装修啊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到里面去选自己喜欢的一个装修风格 点上一杯咖啡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下 来喽 这个真的像居民楼的那种感觉 我们走楼梯吧 这里面最有特色啊 就是这个楼梯 你如果坐电梯呢 它需要收费 这收费啊 费不贵 一块多钱 两块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老居民楼走走楼梯啊 更有感觉 没疼的话 旁边就可以看到很有特色的这种咖啡馆 你看这个真的好喜剧啊 达替卡 它好乖哦 这个店的话它就是吃轻食的 汉堡包咖啡 可以吗 哦 是一个肥皂香皂的店 好香哦 还是不完全卖咖啡的 它是有很多那种手工一品店 卖精油的 卖吃的 卖小吃的 卖咖啡的 卖饮料的 卖汉堡啊 就有餐食的 那就这里面啊 有一点像文臭圆的感觉 公寓承载着岁月的厚重和时代的文艺 是西工发展的见证者 每一个角落都沉淀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好吧继续走 去看湖之名 好 人民委员会啊 你看这个胡志明胡爷爷啊 站在那儿风雨无阻的等着你 兄弟们 来不来 自己看着吧 还记得这里吗 身后的这个大莲花 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中心 在莲花湾 哎哎哎哎 我里面是帽子 这个你看吧 这个帽子 请不叫不叫你 哈哈哈 你要带起来 这 哎那个后面这里就是 歌剧院啊 非常优雅 都是些法式进度 反正就在这一圈 我们就在这一圈 全部打卡挨着拍 必须拍 大哥说热拍 回去休息 你休息个屁啊 休息 非常有特色的客先死 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客先死 三轮车呀 人肯定是在前面骑嘛 传说呢 就越南人啊 特别爱打屁啊 所以呢 客人就闻到这个屁味儿 随风迎面来 肯定不舒服呀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里非常的热 前面的这个马夫司机啊 在这儿骑大汗淋漓的 就有一股汗臭味 所以呢 客人也不舒服 那行 我就赶了 把客人放在前面 那这样子的话 骑车的人 也会更舒服一些 是不是 口水就掉了 人家卖老司来死了 在人民委员会的对面 在我右手边 这里的话 就是佳农街22号 这一栋羊楼呢 也是百年的法式小羊楼了 大家知道西宫时刻吗 1975年4月29日 美军仓皇撤离西贡 代号长风行动 这个直升机降落的地点 在很长的时间里 都被误认为 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屋顶 而事件的实际发生地 就是在这里 加农街22号 在最上面那里的话 还可以看到 Landing Road 当时的事件 就发生在那个顶上 所以美军啊 在越南有过这样 丰富的撤水经验 通过呢 在2021年8月15日 又再现了Cover时刻 早就被误认为 Isaiah